嗨,大家好,我是米莉,欢迎来到淘导宝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在淘导购买的窗帘、卷帘及百叶窗帘 这个频道主要是分享我在自地之鉴时购买的海外居家商品 如果你也对居家装修或相关产品有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窗帘、卷帘不管是新屋、城屋、居家或办公室都用得到 更改居家风格选择窗帘快速又方便 这次分享的内容有 窗帘的种类及优缺点 窗帘尺寸如何测量 下单前需要注意些什么 最后会分享我在淘宝购买的窗帘样式 窗帘种类及优缺点 第一种布窗帘 常用于客厅或房间 布窗帘花色多样 可一层层搭配出层次美感 还可以依需求选择不同透光度的布料 缺点比较容易滋生、沉满 第二种百叶帘 透过开盒调节光线亮度 材质多样 缺点比较不容易清洁 第三个罗马帘 常用于书房或房间 层层拉线往上收起或放下 布料较薄 可以窗户贴合 缝制手法细腻 缺点拆洗比较繁琐 第四种卷帘 调光帘 常用于书房或工作室 调光方便 缺点 下摆容易敲击墙壁发出声响 沙满比较容易卡灰尘 第五种线帘 沙帘 成品轻薄 常与布窗帘搭配使用 营造出浪漫的朦朦美 缺点 遮光性比较差 清洗容易出现皱褶 第六种风潮帘风情帘 中空的六角柱风潮形状设计 可上下移动 调节想要遮挡的地方 可以调节室内温度 全面遮光的效果不错 缺点不容易清洁 挤压容易变形 尺寸如何测量 淘宝购买窗帘前要先看一下 窗帘要装设的位置 是否有窗帘盒 窗帘槽 石膏线 吊顶或者是一般天花板 若已经安装轨道或罗马杆 怎么测量尺寸呢 宽度测量轨道的总长 或罗马杆的总长 高度测量轨道的滑轮 到地面的距离 或者是罗马杆的上端 到地面的距离 若是装修新购买 怎么测量尺寸呢 A 有窗帘盒的话 测量盒内总长 盒内顶部到地面的高度 B 如果是做整面墙的窗帘 测量墙宽和墙高 C 做局部窗帘 宽度 先测量窗户含框的宽度 高度 做落地帘测量顶 或石膏线到地面的距离 如果只遮挡窗户 测量顶部或石膏线到窗台的距离 布窗帘做2到2.5倍 左右各留15到20公分 留太小会遮挡到窗户之外 还容易被风吹动 若要遮光性好 可以找遮光率较高的窗帘布 记得上下要能完全的覆盖窗户 以免阳光由缝隙中透出 若是百叶帘或调光帘要确认 是要内装还是要外装 过大的尺寸 需要分成两副窗帘 下单前要注意些什么 下单前要先确认好 加工的方式是打孔还是挂钩 如果是挂钩要确认好样式及数量 若不够长有拼接的话 要留意拼接的地方会不会太明显 如果太长需要裁剪 需要注意是剪上方或是下方 有时候建成的窗帘 剪的地方不对 感觉会差很多哦 另外要确认窗帘的支架数量 轨道大约30到40公分使用一个支架 受力平均会比较安全耐用 最后跟你分享我在淘宝购买的窗帘样式 第一个是充电室的电动调光帘 当初设计失望了在窗户上方预留插座 所以是使用充电室的电机 若是一天开关两次 大约可以使用三个月左右再充电 第二个是一般调光帘 因为这扇窗户宽度是260公分 所以分成了两副窗帘 中间会有间隙 对光比较敏感的人要把这个考虑进去 第三个是百叶帘 这款是浅咖啡色 搭配上方铝合金的窗帘盒 不用的时候收进盒内 能有效的阻挡灰尘 第四个是含金丝的布窗帘 提花布料 绸缎质感 遮光效果很好 外加鱼骨纹 白色透光纱 很雅致的感觉 第五个是莫兰迪的拼色窗帘 分别有蓝色加灰色 灰色加蓝色 粉色加灰色 拼色效果比较简约 第六个是女孩会喜欢的星星纱窗帘 一层渐层的布料加上软纱 白天会透出星星的效果 浪漫为美 以上是这次分享的内容 记得帮我点个赞 让我更有动力分享更多的境外好物哦 请不吝点赞